到底是什么竟把佛祖世家吓得倒退了数步 就在刚刚灵符将所有的不幸全部都转换为一种可怕的力量 而他手中的武器也幻化成了一把大树子 犹如森森白骨一般 不错就在这竞技场上他是要给世家书中分 但这一切终究还是徒劳 拥有着未来式的世家此刻就是那么的无敌 你的未来我早已看破 只见世家手持六道棍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 打得灵符再次口吐鲜血倒地不起 而此时的灵符是该有多么的绝望 这还怎么打这太欺负神了 而随着不幸力量的上涌 两个人的武器都不断的产生着变化 而他们的贴身肉搏正面硬刚更是燃炸全场 场上的情况看似势均力敌 实则世家一直保持着上风 被逼上绝路的灵符决定放手一搏 只见他手上的武器突然变成了一个大球 而下一秒从球体中竟释放出无数的浮影 只在瞬间夫人全部都对准了世家 而世家一脸的淡然 手上的六道棍也同时混化金刚剑 你的一切我会全部解下 果然他没有食言 所有的攻击在他这里全部的无效 不仅如此 他还顺手解决了观众的危机 此刻看台上的观众都在想 这些年的高厢绝对没白烧 见此一幕 灵符被气得口吐芬芳 他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人们都热爱着世家 而从不正眼看自己 以前是这样 现在仍然是这样 他恨透了眼前这个男人 而此刻世家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他决定要度化灵符 并不是所有人都讨厌你 而我就喜欢小灵符你啊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爱着自己 就这短短两句 竟知机灵符的心脏 他看着世家诚挚的眼神愣在当场 是啊 一直以来自己那么的恨他 不就是因为嫉妒吗 而自己的梦想 不就是成为世家这样的人吗 而就在这时 赤手空拳的世家 决定给灵符最后的顿悟 只见他一拳将灵符打飞了出去 可没想到 倒下的灵符竟然笑了出来 而那个纯真的面旁 也再次回到了脸上 不错 这才是灵符本来的样子 此时的他内心无比的幸福 而一旁的世家也为他感到高兴 而说到这里 这第六回合大战就这样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 因为就在下一秒竟有意外发生 吓得佛祖世家连忙倒退束步 只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未来是看到的 竟然是漆黑一片 而随着灵符的一声残叫 佛祖世家的毕生之敌正式登场